用于友谊之徒 慷慨的对待穷困之人 建造佛塔 供养三宝 你越是慷慨宽厚 你就越昌盛繁荣 我们应该没有分别的慷慨对待所有的人 穷者 病者 老者 来自远方的旅人 不要因为对方是朋友或陌生人 我们有求于对方或无求于对方而有所分别 在不失时 不要炫耀招摇 不要有所偏袒 也不要期待获得任何回报 拥有权势的人也会行事邪恶 听闻的人们啊 阳气追求地位与权势的所有欲望 国家领袖 为了建立权威 而从事许多恶行 并且也要为以他们的名义 所办下的罪行 担负起责任 他们将面临行为所带来的后果 军队领袖 最终将尝到 因其命令 所造成士兵阵亡的业果 建立在如此多罪行上的权势 究竟有什么利益 何必积极追求权势 财富 神迁和社会地位等不长久 只会招致痛苦的事物 觉悟的状态 是一个我们永远不会从其上落下的地位 那些拥有地位和财富的人永不安乐 听闻的人们啊 拥有地位和财富的人 准备痛苦地垂胸顿足吧 没有人会比一个认为金钱万能的人 更焦虑不安 我要如何创造财富 一旦创造了财富 我要如何持守财富 他生活在担忧被偷 竞争和面临灾祸的恐惧之中 当他最后失去了财富 他觉得自己身上的肉 仿佛被切下来一般 看看一些人 是如何为了事业 而日夜劳碌奔波 他们为了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 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竭 他们对每一个人心存猜疑 并企图从地位低于自己的人身上 谋取利益 来胜过地位均等的人 以及驱逐地位高于自己的人 他们很难享有片刻远离忧虑和烦恼的平静 没有权势 没有社会地位 没有可以失去的事物 以及没有可以恐惧的事物 是多么纯粹的喜乐 不要让你的心被无意的念头拖累 缅怀过去 和未雨绸缪 有什么好处 安住在当下的离析状态中 与佛法和谐共处 让佛法成为你的生活和经验的核心 做你命运的主人 在下一个世界中 既没有家人 也没有朋友 听闻的人们 把信心寄托于佛法之上 当我们被一个小刺刺伤的时候 我们哭喊疼痛 当我们碰触到冰寒之水的时候 我们冷得发战 然而 我们如此真爱的身体 很快就会变成一具 没有任何感觉的死尸 被笨化 被埋葬 被犬肢吞噬 或被秃鹰撕裂 是他唯一的命运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父母 子女 朋友 仆从 房屋 和财富 都无法随心 夜里之风 把我们带走 如同吹动一根羽毛 我们将前往何处 我们将停留何处 我们再也没有任何选择 谁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只能充满信心的仰赖上师 三宝 以及终身修持的佛法 向他们寻求协助 因为只有他们拥有力量 能够把我们从介于死亡 和投身之间的中阴阶段的痛苦 和恐怖中 救度出来 引导我们前往净土 修持佛法之初 困难重重 但最后却能够获得至极大乐 这和从事俗武 有天壤之别 从事俗武 皆以喜乐为始 以痛苦拔忧 和理想破灭为终 米勒日巴尊者 曾经忍受什么样的磨练 和严苛考验 然而 正是透过这些磨练 和严苛考验 米勒日巴 赠得了金刚池的不变果位 无别的清净大乐 他独自居住在僻静洞穴之中 但他的光耀 却遍及世界 他也必须跨越死亡的门槛 但是此刻 他端坐在 敬喜净土的坛城中央 这和焦慢的世人 有多么的不同啊 当一个国家领袖 或百万富豪过世的时候 人们会说 某某人死了 如此而已 不比一根蜡烛烧尽 一潭水蒸发重要 佛法这个字 也意味着去修补或去矫正 去纠正所有的缺点 去发展所有完美无瑕的功德 除此之外 我们如何能够获得自由 从修持佛法中所获得的功德 将留存下来 成为来世的心灵资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持推广生命台 宣扬佛陀正知见 庄样慈悲与智慧 累积福德成佛道 各位生命电视大道场的护持者 大家好 因为你打开生命电视台 你就是在护持生命电视台 你就让佛陀的正法 慈悲与智慧 传播到你家 传播到你的心里面 传播到你的亲戚朋友里面 所以生命电视台 就是希望告诉大家 佛陀说 众生任何生命都可以成佛 都有佛性 也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透过各种的方法 我们办法会 我们放生 我们弘扬佛法 我们印经 我们到学校 到监狱 目的叫告诉每一个生命 你就是佛 你就是未来佛 你就是我的妈妈 关心的对象 所以愿大家 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护持生命电视台 更要保护自己的佛性 就是你的生命 阿弥陀佛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善用慈悲的能量 释迦牟尼佛以无量节的修行 征服了自己的心 也成功地消灭了无名 贪欲与称恨 佛陀更以无私的大慈悲心 征服了我们 征服了世界 由此可见 能够掌控自心 也就能够掌控全世界 佛陀的堂弟提婆达多 一直处心几率想要杀害佛陀 有一次提婆达多生病了 佛陀依然前往探望 并且佛陀以他的威德之力 令提婆达多的病情马上好转 提婆达多的病好了以后 仍然继续陷害佛陀 但佛陀依然继续地慈爱提婆达多 如此的无私与慈悲 就是我们要向佛陀学习的慈爱啊 面对问题 唯有以利他为出发点的慈悲 才能解决人生的各项难题 利他的悲心 会使我们更全面地看待种种问题 我们也才能够以全面地了解解决诸多难题 这也是对应痛苦的有效良方 当社会开始缺少互助信任与慈悲时 我们将会一直生活在痛苦紧张与恐惧之中 因此对他人多一点慈悲 就是给社会多一份安定的力量 互助信任与慈悲 才是你我共处安定社会的主要力量 佛陀已经为我们一切众生 引导出一帖特效药方 用于解决世界以及人类的问题 这帖药方是什么呢 就是绝对的慈悲 超越相对的绝对慈悲 是人类社会和平相处的基石 能化解人与人 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并能增进生命之间的互助 善良与光明面 慈悲具有救护一切的力量 怨恨只会招来危险与诅咒 希望拯救自己 拯救众生 就要保持慈悲 若不希望遭逢危险与诅咒 就先忘掉怨恨吧 修行的目的 只是为了让一切友情 获得安乐与解脱 除此之外 别无其他 将对至亲的爱 扩展遍及一切生命 我们将会感受到 原来无私的慈悲 远胜于有求必应的如意宝珠 爱变得无私 也就不必担心会再失去什么了 世界是动态的 是相待的 并且是富有感情的 我们对一朵花生起一份喜悦的心 这朵花就会开得更美更香 同理 对大自然界的生命好 他们也会给予一个好的回应 因为整个宇宙 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也就是佛陀教导我们的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今天是六斩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栽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饮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卖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飞食食 也就是持斋 或舞不食 随行灵的功德 阿弥陀佛